会魔法的包包 卖包人在路边摆了一个摊 买各种各样的包 哟 太好了 这里有个卖包的 因为大妈拿着好多东西走了过来 在市场里买东西买多了 有没有大一点轻一点 能把它们全部装进去的包 那这个最合适了 卖包人微微一笑 推荐大妈买一个粉红色的小手提包 这么小的包怎么装得下呀 别急 你看 卖包人啪的一下打开手提包 从里面冒出来一块大布 大布把大妈的东西一裹 就轻轻的飘了起来 哦 好方便的包啊 大妈买了包 兴冲冲的回家去了 接着来了一群活泼的孩子 我们也想像大姐姐们那样去浇游 有没有小一点的杯囊 那这个最合适了 卖包人微微一笑 推荐孩子们买一个特大号的杯囊 这么大怎么拿得动呀 别急 你们看 卖包人刷的一下打开了杯囊 小杯囊 水壶 饭盒和零食 一个接一个的从里面飞了出来 接着大杯囊变成了好多小块 成了大家的坐垫 哇 便当 我的水壶 带好了 我的零食 孩子们炒成了一片 过了一会儿他们排好队去浇游了 又来了一个小姑娘 她是和爸爸妈妈一起来的 今天是我的生日 我想要一个这样的小胯包当礼物 小姑娘把自己的画拿给卖包人看 那这个最合适了 卖包人微微一笑 推荐小姑娘买一个黑色的旅行袋 啊 一点也不像啊 别急 你看 卖包人一打开旅行袋 好多气球彩带都飞了出来 生日派对开始了 哇 还有生日蛋糕 还有礼物 她打开礼物盒一看 这正是我想要的小胯包 小姑娘兴高采烈的回家去了 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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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一个男孩吹着笛子走了过来 我想要一个装笛子的漂亮包 那这个最合适了 卖包人微微一笑 推荐男孩买一个提栏 跟我想的不一样啊 别急 你看 卖包人一打开提栏 就从里面传来了欢快的音乐 我也想一起吹 那你就悄悄地跨进去看看吧 不知什么时候 男孩已经在篮子里和大家一起演奏起来了 哇 好开心 你随时都可以进到篮子里 卖包人挥动着想葫芦说 男孩买了包 蹦蹦跳跳地回去了 傍晚了 卖包人该收摊了 他把剩下的包一个个收进了手提箱里 无论多大的包 都会被嗖的一下吸进去 包一个也不剩 全都进到手提箱里了 然后卖包人也进到了手提箱里 嗨 该回家了 啪哒 手提箱的盖子合上了 手提箱大步地走了起来 不知走到哪里去了 不知走到哪里去了 不知走到哪里 不知走到哪里 这壇子也阳 咱开心 róπο地展开心